大家好 我是吴仔 任道神同居然 有中 我們見到大驕獲 家族的事 皇室的事 什麼事 給個like先吧 多事 給個like支持我們每個小時的廣播 我們現在就跟大家說說有什麼 英國媒體爆料 英王查理斯三世 決定逐安德魯王子出白金漢宮 斷絕父子關係 糟糕了 沒了那個王子了 自己搞成了 口臭養衰多話說 沒辦法 那你可以提到中國下令首刮一本預言書 不是吧 一本會洩漏田基的奇樹 從盤古災害海天壁地到蔣介石的出現 外國 出現 出現 不是出現 外國傳媒 又怎樣說這件事 不要理那些奇書先 先理了這個 末日變種病毒 因為看到冰山溶雪各樣 有個抹日變種病毒 好像經過神館 好恐怖 看到 極地風雪持續肆虐 除了一般之外 美國的州進入緊急狀態 受神館疫情影響 美國人的壽命 暴跌了 哎呦 影鏈造勢了 可惡 究竟世界有什麼大新聞呢 我們一次過交給OK仔 跟大家 詳細講解一下 謝謝大家 我是OK仔 國際新聞的時間 跟大家跟進一下 首先現在第一宗消息 有英國媒體爆料 恐怕末日變種病毒 會再出現 嘩 一來就弄了這樣的東西 給大家看看 什麼事呢 因為由於 中國的確診數字 激陣 英國媒體 用回之前那種 推算 而估計 預計 有機會 有一種 末日 病毒出現 恐怕全球 都要一起 回到疫情 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我們一起看看英國每日郵報 他們說什麼 因為現在就著 中國 突然放寬 看到 疫情亂象出現了 所以 倫敦衛生 和熱帶 醫學學院 公共衛生專家 麥基 警示 他說中國一直 將死亡率保持 很低水平 但是 沒有利用這段時間提高疫苗接種率 尤其是老年人口 所以對 中國是有影響的 死亡率高 政治不穩定 關政治不穩定 什麼事呢 對世界也有影響 這個新的變種病毒出現 會導致 供應鏈中斷的風險 你是預言家 變了預言家 美國德州貝勒大學病毒學家 霍德茲也指出 中國病例激增 可能 會導致 新變種病毒株出現 就好像當初大魔王 Delta 變種病毒 一樣的 這位 學家 這樣說 COVID 在中國 大量未接種疫苗 或者疫苗接種不足的人群裏 不受控制的傳播 可能 加速新變種病毒出現 類似 21年 年頭 在印度未接種疫苗人群當中出現Delta 所以他們現在就在估計推選 就是覺得 國家是不是打不夠疫苗 在一個好的時候 既然做一個動態清零 做得那麼好 那段時間竟然沒有加強人民那種 防疫 但是到了你現在 一開放 一放寬 你的人群就會很加速感染 導致 病毒會變種得很快 可能 之前說有百多隻 病毒 太陽流強的 跟人類一樣 你 搞一下搞一下可能會混合 變成一隻新的東西 所以 根據 他們 美國疾病預防中心顯示 Delta病毒株剛剛出現的時候都來勢洶洶 在美國每一千名感染者就有16人死亡 如果 這一波 在中國 出現了類似Delta 的變種病毒株 將會是 末日 病毒株 會導致全球疫情回到大爆發點的 原點 就是 頭都大了 有人就覺得 你不可以全都在中國 這當然明白 我們就簡單這樣看 如果 美國的專家 或者西方的專家 這樣說 道理 當作是對的話 為什麼 美國歐洲社會 你一放寬的時候 也沒有這些專家這樣說呢 這件事 是值得大家相確的 你說 那些人不是不戴口罩 日本和南韓 都是這樣 所以 我又覺得這件事 不用過份憂慮 始終現在 美國也好 日本也好 疫情方面 被流感夾擊 也是一個嚴重的 你不如很擔心 現在時會混合 變成另一隻東西 更好 這件事 說到美國和日本 都分別受到大風雪的 入侵 襲擊 現在說到 日本部分地區 暴風雪 持續 已經上升到13死 超過80人受傷 頭痛了 頭痛了 在日本 有公司 日本公司說到 山陽新幹線部分地區 車速需要減慢 因為始終大雪 而東北新幹線 山陽新幹線和東海道新幹線部分列車 同樣出現延誤 如果大家在日本玩的時候 要留意 另外 日本航空和全日空 一共有30班機 已經取消了 甚至 決定取消 我們 看看 北海道現在是怎樣 因為很大雪 北海道有電塔 發生倒塔 大約有26,000戶停電 經過搶收之後 已經在 昨天傍晚 已經搞定了 但是 由於這場大雪 累計的人數 已經越來越多人 受傷 死亡 除了日本之外 在美國 也可以跟大家跟進 那場極地寒流 我們昨天說過 90多萬戶人 停電進入緊急狀態 現在 數字持續上升 我們看看 究竟多厲害 報導 俄亥俄州最少有4人 坎薩斯州最少有3人 威斯康辛州最少1人死於 極端天氣導致車禍 狠客基州最少有3人死亡 其中1人 死於天氣導致車禍 另外 田納西州 默蘇里州 也有1人 死於 風暴天氣導致的意外 紐約 伊利縣 有2人 在2宗不同的事故當中死亡 根據 現在他們的最新數字 超過 160萬用戶停電 而根據他們那邊的氣象局 亦預測得到 中西部 東北部 大部分地區 會出現每小時 48到80的強風 可能會導致 更加用戶 斷電 你沒有電 你真是怎樣 你這些供暖的設備 照明的設備 都沒有了 所以告訴大家 都是麻煩的 另外 跟大家跟進一宗新聞 英媒報導 查理斯 決定 逐一位王子 出白金漢宮 是不是把他放走 哈利 不是 我們看看 以故英女王 赤子約克公爵 安德魯王子 即是他的兄弟 查理斯的兄弟 幾年前 捲入 美國以故富豪 這個愛潑斯坦強迫未成年少女賣淫的性醜聞 被迫 停止參與皇室公職 根據英國有兩份媒體一起報導 查理斯作出一個決定 這個決定 就是 將會 逐出 白金漢宮 禁止 安德魯王子繼續在白金漢宮裏面設置辦公室 亦都不能夠 用白金漢宮作為辦公室地址或者通訊地址 那麼 這個決定 意味著 安德魯王子 和皇室的公務完全 就斷絕關係了 那真的是 會不會 逐先這個是第一刀呢 然後轉頭 對哈利 兄弟也是這樣 那你又說 安德魯王子真是壞的 性醜聞 但是 霸王室了 說壞王室的壞話 可能 下一次 真的是 哈利王子 那麼 這些行為就代表 安德魯王子在白金漢宮的地位已經結束了 你要自己照顧自己 已經 不是在皇室成願 這樣 會不會到時候又幫忙爆發 你到時候可能看到 安德魯王子會不會黏在哈利那邊 當然哈利那邊 你走過來 你自己也不是好 可能 自己又有事爆發 到時候 其實這樣 皇室會不會 越搞越亂呢 到時候 四分五裂 真是不清楚了 古靈清怪 另外我們天天都說 很多預言帶給大家 去到年尾 印度神童 又有巴巴孟家等等 剛剛才說完神鬼先知 有人就覺得 那些預言永遠都是西方的 為甚麼沒有 好像我們中國 中國難道不懂得預言 甚麼知葛亮的那麼厲害 當然有 在 古中國 有一個 預言書 真是厲害 被譽為 真的連 歷代王朝 都想找他出來 因為這本預言書 由 中國有歷史記載 的 的時候 就已經出現了 這本書 厲害就厲害 他成功預言 秦始皇 更加可以 說到下去 連去到 蔣介石的年代 都有 這本書 就被譽為 萬年歌 萬年歌 有人說 那麼久 會不會說到現在的現代 當然有 因為裏面 這本書本來是姜子牙做的 乾坤萬年歌 但是 他是 列出了 一個 比較說回中國 古時候 到現今社會的 預言大興衰 他能夠 他能夠預言 他身後一萬年的事 所以 說到 他厲害就厲害在了 他成功預測到 三皇五帝之後 五千年國運的變遷 那麼 如果這本書再看回那些歷史 很多人就覺得 非常之準 接下來 2023年 又有什麼預言呢 這本書真是 不是開玩笑的 好像 說到 很多歷代皇帝 都想找到他出來 我們首先 說一下 他這本預言書 裡面 預言了一件事 就是關於 蔣介石的年代 就是 說到公元1909年到公元1948年 他是這樣寫的 人丁口取江南地 經國重申誘一千 有人就說 人丁口取 人丁會不會是 代表蔣介石 蔣介石拿大江南 經國 又遷過又遷過 即是說 北京遷去南京 是不是 南京又遷去 遷去台灣 所以 那個經字 又可以代表他的首都 亦都可以代表他們的整個 黨 轉移了過去 丁口有人就說 代表一個石字 然後 1948年 之後的那一百年 大家自己計算吧 甚至乎那二百年 又會是怎樣呢 兩分疆界各保守 更得相安 189 這個什麼意思 很清楚 即是兩岸的關係 中國 中國 和台灣 大家都繼續 保持 那個 自己的地位 即是那個所謂的環境 更加可以 相安維持現狀 18 190年 有人就覺得 如果你按照 1949年 到公元 2139年 還有很大 長時間 所以 去到這個位置 大家就會覺得 會不會 過了這段時間 就會有 事情發生 是會有的 因為 說到下一個預言 說到 哪時走出 草田來 首執金龍捕育街 清平海內中華定 南北同歸一桶飛 這件事 就說到 非常久了 由1949年 1949年加多190年之後的事 190年之後 將會有一位姓苗的人掌權 以龍的傳人 和物證 竟然能夠統一中華 清平海內外 這就厲害了 不過要說 百鬼幾年後 你現在說21多 那你也還有 82年 是吧 82年我們就看不到了 但是這件事會不會真的發生呢 這個萬年書被譽為 萬年歌 萬年歌被譽為這麽厲害 薑子牙 他一早已經可以寫下這麽多東西 那就儘管看看 大家都不想戰爭的 這件事 希望 但是 除了說這些預言之外 大家也記得 之前也有預言說 當地球 東西會慢慢消失的時候 或者我們可能不需要 100年 50年左右 東西就會在你面前很快消失 無論動物還是植物都好 說到加拿大北極紅 現在都極速消失 過去40年竟然大減五成 會不會是第一件事絕種呢 加拿大政府最新一項項目發現 加拿大 哈德順灣的北極紅數量 在五年內 減少了 兩成七 去年更加 少了 去年只剩下618隻 相比 1980年代 少了 五成 這件事也可以告訴大家 北極紅的減少 當然是關於 北極海的兵快數量 減少了 天氣變化 導致溫室效應 這些 被 在一個極地的棲身地 的動物 受著天氣全球暖化影響 他們的棲身地 越來越少了 所以 他們消失得快 越來越快 就是了 他一定要在這麼冷的地方生存 大家都知道 越來越暖 他生存不了 又沒有食物 所以 生存下去 是非常困難的 不希望 不希望 消失 地球上 不希望所有東西消失 因為 如果 有人說 可能下一代 很多東西都 不清楚 看不到 也是 除了極端天氣 打仗 都會導致很多東西都消失 熱家烏鵝戰爭又繼續 又來了 真是頭都大了 而說到 一個地方 刻意從事 烏蘭上個月剛剛才拿回 想不到 平安夜又受到俄軍轟炸 這件事 總統澤連司機也很批 俄軍竟然滅絕人性到平安夜都打 不是吧 只是想玩而已 這件事真是恐怖 說到 俄軍在平安夜的早上 炮軍刻意從中步 造成多人死亡 58人受傷 其中 18人 傷勢 嚴重 澤連司機透過 通訊軟件Telegram 譴責俄軍的行擊 他說這件事 正正在烏蘭真正發生 全世界必須看到和理解 他們對抗疫 絕對的惡魔 說到現場是傷者很多 環境是非常粒粒亂 導致10死58傷 這個平安夜就不能夠平安了 除了 烏鵝之外 亦都說到 在 北韓 金仔 亦都像放煙花 又放夜了 當然啦 金乳正都告訴你 你當我 惹小 日本防衛省發出 警告 昨天 北韓再度發射彈兔導彈 而導彈跌入日本經濟水域以外 是今年 北韓 第36次 彈兔導彈試射 金仔在拆記錄 拆記錄 今年我要射多幾十顆 這個老爸被以為 最厲害的一年 現在他們受日本方面搜集情報 其實 南韓 亦都指出 北韓 其實射了兩枚短程導彈 飛向朝鮮半島東面的海域 告訴你金仔 喜歡 可能試到東西就射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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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大火了 這場大火 火勢非常猛烈 火勢在當地時間深夜受到控制 消防指出 由於一間無牌經營的安路院 建築、消防、走火通道 一定是不合標準的 消防指出這棟建築物二樓完全憤毀 造成最少20人死亡 6人受傷 初步估計是暖牢操作失誤 導致起火 真是恐怖 令安路院也不能安老 巴西球王比利的病情又再度惡化 因為他的女兒在IG再度更新 球王比利的女兒 在聖誕節前 IG已經發文 說家人會患癌症的爸爸 在醫院病房度過聖誕 看到 有一張照片 球王比利的女兒 抱著她的爸爸 真是很可憐 希望球王比利 應該可以快些康復 但是 雖然 有人估計 比利應該能夠戰勝癌 但是近來 院方發表聲明 比利因為呼吸度感染 以及大腸癌的化療 要再接受評估而入院 是不是情況再度惡化呢 亦都可以看得到的 希望她能夠大埔纜過 大埔纜過之後 你看南韓那邊 你不戴口罩 一會兒又說 你的世界病毒又說會混混 因為現在 南韓設了四條條件 說到只需要達成了兩項 不用搞那麼多事 你說放就放 好像玩落合彩 就說要將考慮 撤回 或者撤銷 室內口罩令 南韓總理宣佈 如果疫情走勢符合政府 設下的四項條件 其中兩項 將會考慮 為撤銷室內口罩令 訂立時間表 不過她補充 就算放寬室內口罩令 如果 你要進入醫療 院所 藥局 和部分社會福利設施的場所 仍然 是有義務 她建議的 有義務戴口罩 韓聯社報導 政府立下四項條件 包括 嚴重死亡案降低 確診個案 數目 趨向穩定 醫療應對能力穩定 以及高風險群組有足夠零力負擔 如果 其中 裏面有兩個 條件 中了的話 當局就會考慮 解除強制室內口罩令 這樣 不要放寬 冬季也放寬不了 疫情大流行 說到流感 說說 病毒 因為受到病毒影響 美國人 預期壽命也跌了 可能 死得早快 死得早了 是不是 那時候 說到人生七十股來稀 他們這個數字 也是很稀 因為說到已經是76.4歲了 人類 可以 活到 七十幾歲也算是 這樣 你說不是 香港人特別長命 是的 香港人特別長命 當然飲食文化 外國那些 每天吃薯條 汽水 披薩 心臟病 是特別高的 根據 美國疾控中心發表兩份報告 分別是21年的死亡率 和2001 到2021年約密死亡報告 見到美國人 預期壽命從19年的78.8歲 下跌到21年的76.4歲 連續兩年下跌 並且創了25年新低 會不會很多人提早離世 說到 新冠病毒 在美國 第三大死因 而說到 他們的頭號殺手 仍然是心臟病 所以 關大家飲食事 所以我也覺得 這件事 可以告訴大家 另外 現在 在日本東京 宣佈 時隔三年的流感再度流行 他們擔心與病毒同行 什麼叫乳病毒同行 與 流感拍著 一起大爆發 那怎麼辦 你宣佈完之後 又沒有什麼措施 可以監管得到 既然他們現在都調高到那麼高級別 看來 但是 他們宣佈完之後 又好像沒有什麼 做 他們呼籲大家 戴口罩 勤洗手 那麼 憂慮是否要叫人接種疫苗呢 我真的不知道 另外跟大家說一宗消息 厲害 在印度有個空姐發火來 在飛機上竟然對著乘客露冊 什麼事 在英國每日郵報報導 印度 印度高 有一名 航空空姐 竟然在飛機上跟一個麻煩客在互鬧 最後 空姐忍無可忍 Shut up 不是 take my money 我不是你的薄人 這樣 人們拍手掌 那麼厲害 為什麼這個麻煩 有多麻煩 就說原來這個男乘客 要求空姐 給三文治 但是要求多多 我不要有鞭 我要走蕃茄 這個吞拿魚我不想吃 好了 令到空姐 真的是 你當自己是皇帝嗎 搞到空姐哭了 另外 有另一位空姐幫同事 出頭 對著這個男乘客對質 說得 很不客氣 這位空姐對著男乘客 這麼說 請你不要指著我 也不要呼喝我 我同事因為你而哭 多感動 空姐也說得 請你明白 我們的餐點是事先計算好的 只能盡可能為你服務 想不到男人立即反擊 你憑甚麼對著我喝 呼呼喝喝 空姐 馬上來了 因為你 對我們 呼呼喝喝 好了 真厲害了 接著有個男乘客 最後彈句叫你 Shut up 那空姐當然 回應一句 其實在機上 也好 大家 只是平等 別人服務你 不是代表 只是服務你一個 要不你就去頭等 這件事就告訴大家 今集時間講到這裡 下次再說 拜拜 拜拜